又一款Galaxy 5G 中階机种 Galaxy A42 5G 来了 邦尼在本期节目 除了会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Galaxy A42 5G 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之外 也会带大家来看 A42 5G 所搭载的Snapdragon 750 5G 行动平台 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一样从外观看起 这次的Galaxy A42 5G 在外观上 依旧采用了跟过往A系列相似的设计语言 采用纯色搭配炫彩所组成的四段机身设计 共有黑 白 灰 三个版本可以选择 邦尼觉得最特别的是灰色的版本 第一层的纯灰橙色非常不错 而这次的白 在第一层也是接近纯白 喜欢白色的朋友应该会蛮喜欢的 不过炫彩就是见仁见智了 最后是大家熟悉的黑 一样是五彩斑斓的黑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A42 5G 上的四颗镜头 采用方形的排列组合 并且整个镜头模组也不再是过往的黑框设计 而是填入跟机身颜色一致的有色方框 不过从长方形的镜组 以下变成对称的正方形 老实说邦尼在第一眼看到时 有那么一点不习惯 应该是这个方形模组不够大的关系 而在机身配置上 按键集中在右侧 左侧则是有卡槽 采用双SIM 5G 加4G 双卡 或是单SIM 加Micro SD 的三曲二设计 底部保留了2020年越来越稀有的3.5mm耳机接孔 Type-C 传输接孔 并且采用单喇叭 配件部分提供了15W 充电阻耳机 以及透明保护套 接着我们看到效能部分 Galaxy A425G 采用高通推出不久的 Qualcomm Snapdragon 750G 5G 行动平台 搭配 LPDDR4X 6GB 的 RAM 以及 128GB 的储存空间 另外也有 8GB 的 RAM 版本可以选择 在安兔兔跑分拿下了 325319 分 但从总分来看 750G 非常接近 765G 以及 Exynos 980 都落在 30 多万分左右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 750G 推出后 有不少讨论度的原因 邦尼也展开带大家看细项 首先看到 CPU 得分 750G 在得分上会略胜 765G 接近 Exynos 980 而在 GPU 得分中 则是接近 Exynos 980 跟 765G 相比略低一些 而在 Geekbench 5 结果相似 750G 在单核跟多核成机中 依旧略高于 765G 以及 Exynos 980 只能说高通的刀法真的精准 整体来说 750G 能够应付日常使用中大部分的使用情境 游戏顺跑也没问题 最后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 更完整测试结果 一样可以在 expan.com 上找到 续航部分 Galaxy A425G 搭载了一颗 5000mAh 大电池 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 拿下了非常强的 16 小时 51 分 基本上一天一充没有太大问题 日常使用甚至可以达到一天半一充 应该是受益于萤幕处理器的耗电控制 以及大电量所带来的电力优势 简单来说 在电量部分就是顺顺的开心使用 而在快充上支援 15W 闪电快充 在邦尼的0-100%充电测试中 花费了两小时又8分钟完整充满 不过考量到采用的是一颗 5000mAh 的大电池 在速度上也还是可以 对于使用一天晚上再充的使用者习惯来说 没有太大问题 通讯上Galaxy A425G 当然就是一只 5G 手机 支援 5G NSA SUB6 频段上同样支援台湾全屏 以同级价位来说 频段支援相对完整 以下邦尼也提供 5G 的实测结果 这次邦尼测试的 是Netflix 960MB 的高画质影音离线下载测试 大约就是一集 50 分钟影集的大小 首先是相同地点的 4G 下载测试 总共花费了 10 分 31 秒 而在同样条件下的 5G 下载 则是花费了 5 分 15 秒 刚好大约是一半的时间 如果是透过 5G 下载 20 分左右的 YouTube 720p 130MB 离线影片 则是只需要 8 秒 可以看到如果平台速度可以跑满 5G 的下载速度还是有感更快 而关于 5G 手机选购还是一样的思路 目前越来越多手机都已经支援 5G 所以算是接下来新机的附加基础功能 而是不是申办 5G 方案 邦尼会建议大家 先申请体验卡 实际在生活圈体验后再做决定 A425G 同样支援 NFC 不过邦尼觉得可惜的 是不支援 Samsung Pay 以及 Samsung Pay 悠悠卡 生物特征辨识上 采用绿光萤幕下指纹辨识模组 速度中规中矩 辨识率也还算不错 同样支援脸部辨识 系统部分支援深色模式 不过不支援 Always Sound Display 所以在指纹解锁时 需要先点一下萤幕 出现指纹辨识图示后进行解锁 而在系统上支援连接至 Windows 只要在 Windows 电脑中设定完成 你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查看你手机里的照片 查看手机的通知 简讯 甚至接听手机上的来电等等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开启手机的 App 例如直接在电脑上回 Instagram 讯息 如果你有其他三星装置 例如平板 你可以打开其他装置接续通话这功能 接着当有人打给你时 你就可以直接在平板上接听你的来电 该有的跨装置连接体验一样没有少 最后邦尼想多聊的是三星键盘 首先大家可以点击键盘右侧的三个点进入选单 邦尼推荐可以把剪贴布折功能 拉到上面这一列快速使用 剪贴布这功能真的是邦尼非常常用 且三星做得不错的功能 简单来说 剪贴布会把你所有复制的内容进入下来 当你需要复制好几个项目贴给别人时 再也不用两个 App 一直来回切换 而是一次复制好 接着进入剪贴布 一次贴上就完成 最重要的是剪贴布的内容 不会受到时间限制 而是随着复制内容慢慢消失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删除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长按剪贴布里面复制的文字 接着点选锁头进行丁选 下次你有需要时就可以快速填入 真的非常方便 同时三星键盘的剪贴布 也会自动将你的截图放进来 当你截图完要传送时 直接点击就能传出 另一个好用的功能是翻译 当你在输入框里输入中文 接着系统就会直接翻译成英文 其实三星键盘还藏着很多的实用功能可以使用 大家可以探索一下啦 看到相机部分 Galaxy A42 5G 有四镜头 分别是左上角的F2.2 800万画素 123 度超广角镜头 接着是F1.8 4800万画素主镜头 右上角则是F2.4 500万画素4公分微距镜头 最后是F2.4 500万画素景深辅助运算镜头 在相机功能上支援先前推出的一键拍录功能 在按下快门后只要左右来回拍摄 系统就会自动截取最佳的影片片段照片 并且套上适合的滤镜 拍完后马上就可以使用 以下邦尼也提供几组日拍样张 在日拍上整体来看 A42 5G 的主镜头以及超广角镜头 依旧有非常不错的HDR表现 以同级来看 在HDR上依旧是三星比较积极优势的表现 而在细节保留上 以同级机种来看 则是相对中规中矩 以下邦尼也提供更多实拍供大家参考 接着看到夜拍 这次Galaxy A42 5G 也有夜间模式 当处于低光源环境时 系统也会自动提示可以开启夜间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Galaxy A42 5G 的夜间模式只支援主镜头 其他镜头没有支援 以下邦尼也提供几组样张 在夜拍表现上 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是Galaxy A42 5G 在开启夜间模式后 为了让夜拍表现更好 在像素合成后 画面的裁切会比较大 可以参考邦尼的画面 不过在开启前后可以明显看到 夜间模式带来的整体画面亮度 以及细节提升还是比较明显 以下邦尼也提供更多仰张 最后超广角镜头 虽然不支援夜间模式稍微可惜 在细节保留上也并不强势 但在实拍上的效果 对于上传社群来说也还是可以 而在录影部分 A42 5G 最高支援4K 30fps 录影 同样支援 Super Steady 超稳定动态摄影 以下邦尼也提供一段开启前后的样片供大家参考 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在我们大力向前奔跑的测试片段中 Super Steady 开启前后 防手震差异还是非常明显 不过要提醒大家 Super Steady 是采用超广角镜头进行拍摄 所以推荐大家 在光源充足且晃动过大的情况下再开启 若是一般录影或是夜间录影 就不建议开启哦 比较好玩的是 Galaxy A42 5G 也支援夜间缩时摄影 在进入缩时摄影模式后 点击左侧的月亮icon 就可以开启夜间缩时摄影 拿来拍摄夜间车流 也会自动拍出夜间车轨流动的动态效果 而在自拍部分 Galaxy A42 5G 采用F2.2 两千万画素的自拍镜头 同样可以对相机B5 启动拍照 就不用按快门键 如果是手小的使用者 也可以将快门按钮往上拉 放到单手可以触碰到的位置 在自拍上也会来得更顺手 最后我们看到影音娱乐部分 Galaxy A42 5G 采用6.6 吋 HD Plus 20-9 的Super AMOLED U极限全萤幕 萤幕占比不算高 但在显色上表现不错 不过因为硬体限制 所以在播放YouTube串流影音时 解析度最高只有720p 搭配上这块6.6 吋的大萤幕 在细节还原上稍弱 整体来说 邦尼会认为 萤幕是Galaxy A42 5G 比较明显的弱像 虽然显色表现达到平均水准 但如果有FHD的解析度 整体来看会更均合一些 而在外放上 采用单喇叭的配置 音量足够 整体表现中规中矩 同样在插上有线耳机后 支援Dolby Atmos 度比全景声 以及UHQA 超高音质 整体来说 Galaxy A42 5G 在规格上比较亮眼的地方 会是采用近期讨论度比较高的 Snapdragon 750G 日常体验足够流畅 对于不重度手游的玩家 没有太大问题 搭配的5200mAh 大电量 则是可以轻易完成一天一充 不过在萤幕规格上 并不亮眼会是可惜的地方 相机表现上 夜拍需要注意 超广角镜头不支援夜间模式 而在日拍中 三星机极的HDR 在大部分场景下 都可以提供不错的画面表现 对于上传社群来说 没有太大问题 好啦 本期节目先到这边 如果还有任何想知道 或是邦尼没测到的地方 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 并且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Facebook 邦尼AI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LineAd 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